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an Siyang 我都有一陣子沒有拍片給大家 我今天就想來到Coculum一個很大的開發 它叫做 Fraser Mills 想介紹一下給大家它現在有什麼賣 還有去周邊的配套 我身後那一棟其實是現在賣的Encore 它之前有一棟叫Deepill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一說去周邊配套 還有它展示給大家看它的展示室 來到這邊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好像3D模特兒的樣子 來到這邊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好像3D模特兒的樣子 它就展示了整個project出來 這個project其實是有96畝的地 有16個high rise building 然後這一棟就是Encore 就是現在賣的 所以你會看到它另外一個future residential 就會在這裡 所以它整棟都可以叫做 是望向南邊那些就沒有阻擋 而向北和西邊都是沒有阻擋 所以看看你是喜歡什麼facing 其實它這個project的那些建築 因為全部都格鬥開來見它 所以很多的景都會很漂亮 然後它因為這個是新發展區 它跟City of Coppola已經談好了 很多新的發展 譬如這個 我覺得很漂亮的 是一個aquatic center Bidi就會給錢去建建這裏 然後City去管理 你看到它在Riverfront那裏 就很漂亮的 然後旁邊這些全部都是 Sweetfront的commercial 所以將來這個community 那些人是可以 直接在這個位置生活 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可以吃東西買菜 而Encore那裡也有個daycare center 所以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將來它會很方便 前面這裡就會是另一棟加一個supermarket 這裏其實有條溪的 是它本身已經有的 所以現在它旁邊發展得這麼好 它就會將它美化 然後因為夏天那時會乾 它亦都是做了一個system 將它有一點水 那夏天的時候 仍然會有水流 那就很漂亮了 然後這一邊 就會是playground 然後Tennis Court 然後Basketball Court 那你外面就會有個 叫做好像riverfront的deck 你可以在外面散步 看看河境 那第二邊呢 它亦都因為人口增加得這麼厲害 它預料有家庭的 它亦都會有個future elementary school在這裡 所以你會見到它這個配套 就真的做得非常充足的 然後在這個河境下 都是有個很多 大家看到Richmond 或者溫哥華 一個河境下 都會有得 在河境下 前面行路跑步散步這些區域 所以這一個 將會是一個非常 自給自足的一個 community 雖然它是叫Cocotlin 遠一點 但是有很多 因為它的價錢方面 比起Richmond 已經會便宜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著買樓 2028年成交沒問題 這個項目是絕對值得去考慮的 我現在就站在Sell Center外面 剛才介紹了一些資料給大家 我現在站在這裡 就想展示給大家看看它外面的環境 因為 其實 霧那邊就是河邊 就是剛才說 有很漂亮的河境 因為現在天氣有少許霧無遇 所以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那邊就是河 然後大家看到Patello Bridge 現在周邊已經開始在 整理地基 開始去建造 而在對面那些 你都看到一些Light Industrial 那全部都是Low Rise 也都 其實暫時不會有很多噪音 所以 這裡就會極力發展 我站在96畝地 以上 就會有16座建築 現在介紹完這裡 我們就可以去看看 兩房和一房的自販單位 我們現在過來 就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看 首先兩房兩次的單位 這個單位接近900呎 我們這裡是正門 正門裏面一定有一個 closet位 你可以掛衣放鞋 那就方便了 一入屋可以 脫衣服在這裡 然後進來這邊 就有一個 hallway 這個是一個 display item 然後立即會有一個 first bathroom 在這裡 因為這是一個sharing bathroom 所以只有一個 sink 還有一塊鏡 那它master bedroom 大家可以看到 就會有一個 Madison cabinet 然後它就 有這些shower 即是handheld shower 那它的tile就是 風格比較特別 格格小 一些長型 就wrap到這邊 另一邊就是 浸 drywall 是一個 bathtub 那對面呢 就會是一個 washer and dryer 對啦 一個world pool的 stack up washer and dryer 這個呢 就是那個 second bedroom 你看到它 其實它現在 擺了一個 double bed 應該是 double bed 那旁邊 還有位 其實這裡 都算是闊的 我覺得 所以如果你擺多一張 大一點的床 其實都是ok的 我覺得再可以大一點 那這邊 只是一個 大窗 看回到外面 那這個second bedroom 走出來 其實就會是kitchen 那你看到kitchen 它這個是 平排parallel的色 然後它 因為這個兩房 就會是30吋的appliances 那它的appliances 全部都是 比較high end的fisher and paycal 你看到 那它這個就是 五口的gas爐 那也是將來 其實呢 City of Korkulam 又跟著 City of Vancouver的step 就是 其實不會再有gas爐頭的 就是之後那些新建築 全部都是電的 所以這一個 如果大家喜歡用 明火煮食 這個建築 可能之後都沒有了 那你就看到它旁邊有櫃 有些countertop 然後這些handle 都是那些 chrome的 特別一點 它加了上去 那你拉 就會方便一點 那雪櫃也是30吋 Fisher and Peacal 它就選擇了用stand alone 其實如果你看到 其他很多都會是 包在cabinet door 那那些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你如果 雪櫃壞了 維修其實是麻煩一點 這些就這樣 拔出來 你裝回身子就可以了 所以 它是看起來 可能沒有那些 那麼統一那麼漂亮 但其實 實用起來 這個是好一點的 那我們這邊就是 Sink 你會看到它是看著 那你洗碗的時候 就open 那它所有都是用這些chrome 去match 它整個圖 那它就是了 連那些 dishwasher 都會是Fisher and Peacal 那它的櫃都真是 幾好利用了這些位置 不會說 很小櫃 因為它這裡下面 全部都是櫃 有微波爐 那有countertop 都算是長的 我覺得 那它亦都可以 擺到 Bars Duos 在那 就是有些lite eating 你就可以在那 坐在那吃 因為這個就是 一個dining area 它現在擺了叫 綠人桌 其實那個牆 你看到 都不會說 很壁 它這裡有少少位 可以走 未去到貼 所以我覺得 這個space 都算是這樣的 那這個呢 其實應該這邊 去balcony 我們這邊就是 那個廳 那個space wise 一間大家看過一房 其實一房和兩房 都差不多 一房可能會長一點點 但是它就沒有了 dining area 所以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它的房間 的floor plan 比外面其他賣的 在這個master bedroom 你看到 它現在用了 Queen size bed 都沒有King size 它是有足夠的位置 去擺 King size closet 其實是一個walking closet 你看到 就是一個正方人 它有些假在那 所以我覺得如果兩個人在這裏 如果真的不夠的話 就加一個 大衣櫃 在這個套位 就利用了一個位置 就可以擺多些衣服 然後隔壁 這裡就會是一個 bathroom 你看到其實 它兩個人 預算了一個很長的countertop 有兩個sank 那就 下面有些 櫃 Open的 然後 這裡也有兩個櫃 所以都很多位 可以擺東西 在這裡 但除了這個 它有 medicine cabinet 有兩個 是的 又可以 一二三四個架 五個架 給你擺東西 整個都是 鏡子 你就可以照得很清楚 另外那個 second bathroom 就是bath tub 這個就會是一個 shower 沒有bath tub 然後有 rain shower 因為剛才我沒有的 所以這個 洗澡就會 舒服一點 我們現在看完 這個兩房的示範單位 可以帶大家去看一房的示範單位 然後我就可以介紹一個一房的單位給大家 它就是大約600呎 它的balcony就是96呎 它這個 Floor plan就是一個L-shape 所以它有多了功能 有Lazy Juicy 我們可以由它看了 其實這個是正門 這個正門一開 其實有一個Wash and Dryer 是Stack up的 已經是full size 它在這裡有什麼好呢 就是不會在裡面 你洗衣服就不會那麼吵 然後之後就會有一個 Storage 衣櫃給你掛衣 或者擺鞋 就會在這個門口位 這個剛才就是我講的L-shape 就是L-shape的kitchen 然後這個顏色跟剛才兩房的顏色是不同的 因為兩房的顏色是白色 而這個是好像beige color 因為這個是一房 所有appliance的設計都會是24吋 你看到它都是四頭明火 下面有一個oven 所以剛才這個L-shape 就說有Lazy Juicy 然後就很方便 擺櫃 擺這些煲的 起碼有這個位置就很多 然後它的升盤就是一個single-sync 在這邊 下面也是有個organizer 所以你看到它的雖然是一房 但是它的cabinet也很夠用 然後它這張桌 就因為它沒有鏡頭 就放了一張飯桌 也都很efficient 用到這個位置 雪櫃就會在這邊 就是24吋 比剛才兩房的小一點 這一邊走到就是Living Area 其實我的感覺是它很長 都算長的 因為它有600呎 它不是那些500呎 所以它 闊度和長度 它的c-link height 100呎100 其實我覺得這個space是不錯的 這個它也有show到它那個balcony 所以差不多有100呎 差不多是整個單位的長度 所以你可以 imagine 放了個BBQ爐 其實也可以 在這裡煮東西吃 叫幾個朋友來玩一下 這裡的 這個bedroom 它其實有個 很大的窗在那裏 在採光 如果你是買到south facing 就看到 荷徑就會很漂亮 它現在這個 這個bedroom 應該是queen size 他就放了兩個Display的床頭櫃在旁邊 所以所有座位都算是足夠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closet 開一下closet來看一下 他就用開門這個 所以那張床就不能拍那麼邊緣 因為不是sliding 幸好他的門不是十分大 所以都可以放一個大床在這裡 這個洗手間你就會看到 因為他是一房的 他就一個single sink 其實尺寸來說 我覺得是有少許小的 不過他有什麼好處 就是旁邊的countertop area 你可以多些位置放東西 然後這個Medicine Cabinet 他就有鏡子 然後裡面就可以有幾個架 給你放多些不同的東西 香水等等 所以這個drawer也沒有浪費 其實他也有這個位置可以放東西 所以有兩格大的 然後旁邊也有兩格可以放其他 有需要 比如shampoo也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他這個是一個bath tub的形式 然後他已經包了rain shower 和一個handheld shower 所以不用再換 已經包了所有東西 OK 介紹了這個encore給大家之後 大家看過一房兩房的示範單位 其實他除了一房兩房 他還有junior one bag 就小一點 差不多438呎 或者去到兩房加釘 也都有三房的town house 或者有兩間pan house 給大家選擇的 那pan house一定的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pan house有興趣 就告訴我 我再找個價錢給你聽 因為他現在只是供應了其他的價錢 譬如是junior one bag 它438呎 他就差不多是一個50萬開頭 那就是差不多超過1000一呎 然後一房就我們剛才看了 有個600呎的單位 其實他是有個小一點的 有個540多尺 那他的sign price就是50萬美 開始 那他一房加釘就是624呎開始 那他的呎價差不多是1000元 鬆一點一呎 那就是65萬開始 那兩房那個就會是790呎 那也都是差不多1000元 多少少一呎 那就是80萬開始 那兩房加釘呢 就是差不多接近934呎 就是都是90萬鬆一點開始 那所以價錢來說呢 是比起其他現在已經發展了的地區 譬如是Berkulam Bernaby Ritchman 是更加affordable的 而且他將會是越來越發展得好 那雖然他旁邊都是light industrial 那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light industrial那些呢 他要將他轉成residential 就是再起多很多新的大廈去阻擋了你的景 這個是會很多年才會發生 因為這個BD呢 他和City可能說了差不多超過20年 才可以發展到這一塊地 那所以呢 就真的大家如果是想一個 一個community 一個新發展 價錢affordable呢 這個項目呢 是值得大家考慮的 那還有雖然他不是在sky train站旁邊 就是不是walking distance 其實如果開車出去可能三分鐘 就會有個sky train station 那就是可以park and ride 去利用這個sky train 那現在呢 他做的deposit structure 是20個percent 那他每一個單位呢 就是除了junior runback 都會包一個EV parking 和一個storage locker 那有需要再可以加錢買 那他的completion day呢 這一棟oncourt 其實是summer的2028年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long term的development 或者investment 所以如果大家 除了自住 其實投資 你也可以考慮 因為現在利息高 但是去到那時候 利息可能會正常 那大家的mortgage 又不用那麼貴 那然後出租呢 其實都是還有他的demand 因為這邊呢 除了是中國人 也有Korean 也有Persion 也有local的Canadian 那所以這邊的mixure 是比較diverse的 那他的strategy呢 現在大約是5毫3至1尺 那這個oncourt的building 大致上的資料 都解釋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 隨時可以WhatsApp我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影片 喜歡就按個like share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按我的小鈴鐺 那我將來的影片就會收到的了 那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拜拜